哇,好帅啊,比男生还帅 哇,真的,我感觉那气场很足,真的 我一直以为你剃光嘛 然后应该是个性很足的一个女生 然后一听你的声音还是很温柔,很女生的 大家好,我叫李林慧 是一名在广东读书的东北女孩 我的爱情宣言是 如果我问你,你喜欢的女孩是长发还是短发 我希望你的回答是 我是看着她的头发慢慢变长的 哇,谢谢 所以有人说为你剪短我的发 而你是想等个人看你流长我的发,是吗 是这样,哎呀 你说话的感觉跟她的外形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 刚才,你出来吗,后面,哇 哇,好帅啊,比男生还帅 哇,真的,我感觉那气场很足,真的 我一直以为你剃光嘛,然后应该是个性很足的一个女生 然后一听你的声音还是很温柔,很女生的 个性的话是可能表现在一些事情和性格上面吧 我一直觉得人可以有很短的头发 然后帅气,有气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读到这个,我真的觉得好棒 我想问一下,你是为什么要剪那么短 哦,这个问题 我想猜一下女嘉宾,为什么 就是我说的话,女嘉宾,我没有任何恶意啊 是不是你之前可能会生过病 啊 不行 二号一看就是现在的被剧情影响的很多,是吧 我猜一下,我想替她回答 因为感觉看她VCR里应该是学服装设计,对不对 学服装设计的人对high fashion有种执着的追求 圆春的时候,她穿着服装,服装会有更好的体现 我猜应该是这种原因吧 呃,后面会有原因 哦,后面会有这么的原因 我们这样不猜她的原因了,我先问一下 你今天想带来才艺还是互动 唱一首歌吧 哇,什么歌 呃,我要你 哇,好,来 你在我身旁 我要 我要 你为我梳妆 这夜的风儿吹 吹得心酿酿 我的晴朗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都怪这夜色 撩人的疯狂 都怪这吉他 弹得太凄凉 哦,我要唱这歌 默默把你像 我的晴朗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谢谢 你唱歌特别有魅力 而且你搭着发型非常有自信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替这个平头 但是一直不敢去尝试 对啊,但看你这样子我觉得我可能 会认真考虑 哦 但我想确定一下 会不会冷啊 哦,会冷 会冷 就像 好在你现在在广州是吧 对,东北人在广州 如果在东北的话 戴帽子出门 不然会动 那我再考虑一下 好,接下来 接下来 看一看今天的心动不心动 我很好奇你的心动男生到底会是谁 跳前两步 来选择一下 发动选择 Oh my God 我已经爱上他 但是多被打得喝得奇怪 又是中了魔法 他说你的不心动 有吗,现在 一号 一号怎么了呢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说一句话 我是觉得 一号的装扮有一点商务 所以 我听他挺休闲的 我其实还要穿个商务一点 每个人眼光不一样 所以有些女生还真的特别喜欢男生 很正装的样子 没办法了 来,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在同关键词了解一下女嘉宾 一种改变 李大胆 为了爱 一类恋情 15号吧 我想问一下 一类恋情代表什么 表示我的一个感情 就是 比较敢爱敢恨的那种 追求感情的方面也是比较果敢的 就我 初恋吧 就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到他 然后 就觉得很好看 然后就 心里面觉得心动 但是他是 比我小了一届 哦 我后来就 去到他们班 追求他了 哇 我觉得 很厉害 如果换探起你现在 或者说 你还会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现在长大了嘛 就可能 会说 为了喜欢的人去到 他的城市 会这样 哦 我看二号一直在举手 对,好多人一起举手 二号,八号也一起举手 二号下来 你胆子应该也挺大的 你说一下就李大胆吧 我朋友一直 管我叫好人李大胆 为什么前面还加了一个好人呢 就是 半年前吧 在广州的一次活动结束了以后 大概已经到了晚上11点了 我就晚上没有吃饭 就要去找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路边正好看到了一个婆婆 卖草莓 我就想让着她早点回家 我就去把草莓都买掉了 我走着去餐厅的那个路上的时候 看到了那个许多桥下面会有流浪汉嘛 然后我把每个人就是他们的铺前面 都放了几颗草莓 后来这件事情我发了朋友圈 就我觉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 是一个很有爱的事情 然后朋友就说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为什么我怕流浪汉 我就不会害怕 对我觉得的话 嘉宾可以不叫李大胆 应该叫李大爱 他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你给他们的爱 我希望他们开心 希望就是每个人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还是怎么样 希望每个人开心 非常棒 谢谢 我一直想就是这个机会宣传一个我的理念 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发微博说 我要拯救世界 大家觉得很搞笑 有什么好拯救的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拯救世界不是我来拯救 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说都有善心善念 去做一点点小的工艺的事情的话 我们一起就会拯救这个世界 不管是环保啊 工艺啊 爱心啊 会变得没有很多 所以这是我拯救世界的梦想 就是每个人给身边的人传递一些温暖 就我觉得会改变世界 他传播的一个这个概念的话 我觉得和我很有共鸣 可能我们价值观是很吻合的 三观吻合可能觉得也欣赏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有句话说 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 如果我可以让自己幸福起来 让身边的人都幸福起来 我觉得全世界就幸福了 我就说让你从台战到现在的感受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跟这种说 就其实刚开始第一眼看到那个屏幕的时候 觉得就蛮震撼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嘉宾 就这么酷的走上来 但其实就是你的五官特别好看 当时他们用帅来形容你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用一个漂亮这两个字来形容你 然后再说到你的性格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女生 特别有女人味 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谢谢 加油 我想聊看为了爱 为了爱这个 这个就是关于我剪头发的了 这个要解释这个原因了是吧 对 实际却不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你剃光嘛 然后应该是个性很足的一个女生 然后一听你的声音还是很温柔很女生的 特别有女人味 其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不顾外表剪去长发 其实我这个头发第一次剪的时候是在去年的十月份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妈妈生了一场病 然后头上需要开刀 然后开刀口呢 她肯定是就要把头发剃掉 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我妈妈手术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我妈妈出院了回到家了 我就赶紧飞回家去见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和我描述她手术啊这些过程的时候她没有哭 但是她跟我讲 讲着讲着就流泪的时候是说她留了这么多年头发 就一下子剪光的时候她就哭了 虽然她不爱美 但是她一直都是保持长发的一个习惯吧 然后我就挺心疼我妈妈的 我说我陪你剪 我妈妈当时就以为我开玩笑了 其实我出门我就把头发剪了 我那个时候头发的长度在腰上这个位置 然后就 我妈妈嘴上是骂我 但是她很欣慰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陪伴 陪着她慢慢把头发留长一点 如果我问你你喜欢的女孩是长发还是短发 我希望你的回答是 我是看着她的头发慢慢变长的 我 特别有故事的 我感觉你的短发是为了妈妈 非常感动 我感觉你就是那个在我人生中给了我一个充电网 就你给了我很多很难用话能形容到 就是给了我很多动力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观点我非常欣赏你的看法你的做法 然后你说的故事我不会为你难过 而我是为了你骄傲为了你开心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是人生就是这么有意义的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 真的我感谢你 谢谢你 我能给别人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方向的话 我也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人生真的很多时候都需要充电是吧 有满满的能量才能够勇敢再向前 好了接下来各位男生要做决定了 这个女生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完美 各位的决定会是什么 完美告白为而来请选择 勇敢而且这也很努力的女生我非常配 但是我没有想到结果会上去 但是呢我还是争取一下 有请一号十四号有请两位 没有想过会有哪嘉宾为我讲品 挺开心的 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到你的时候还是蛮惊讶的 然后后面听到你说的一段事情以后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爱心 然后还有特别有消心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优点 所以我觉得呢 你可能也是我需要找的另外一半 我希望能看着你把头发 又唱 虽然你选择是 心动是我 但也 我觉得你可以多考虑一下 我是杰布我来自台北 你刚刚唱了一首歌 那现在我也想唱一首歌送给你 好吧 好 谢谢 亲爱的爱上你 你的眼睛 在说我愿意 那天井 你的眼睛 其实我也很想要踢平头是真的 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不好看 但我愿意为了你把头发剪断 然后我们再一起把头发留长 那些你奔冒险的梦 我对你去疯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 终究会坠落 太残忍的我去说 肯定和鼓励 挺开心的 你却不想懂 只望反方向走 好感动 谢谢 首先 特别感谢你们两个能够欣赏我 但是 我今天 要 寻找 另外一个人 所以 不好意思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要 寻脱的是很多 我一定要比你成熟 要你的茶香如水 要你的天井 我一直到最后 为了另外一个人对吧 对 先做准备好不好 好 谢谢